那么很多媒体都在关注在北京郊区大兴区的一场大火造成的悲剧 那么今天有消息传出来 北京市政府呢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外来人口的大盘查 还有大清理的行动 有许许多多的外来打工者被赶出他们所住的地方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这一方面的情况 这些外来打工者还有一些在北京的小企业 到底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呢 11月18号晚上 北京大兴区一所廉价公寓发生火灾 造成了19人遇难 据说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 目前遇难者的名单已经公布 多为外来务工人员 其中有18人被警方 这个在当时啊 当地有18人被警方刑拘 包括起火房屋的原始成租人 出租房屋的经营人 还有维修工人和冷库建设人员 官方称地下冷库正在安装调试 那么施工人员没有相关的专业资质 火灾的原因呢 目前仍在调查中 火灾之后的第二天 当时就紧急通知火灾现场 周边的商家亭业迅速拆除了围江建筑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表示 要进行地毯式的排查 当局宣布 从11月20号起 北京各区进行40天的大排查 大清理 大整治 以城乡结合部为核心 清查整治 仓储物流 细配城 批发市场等所谓仓储生产 居住三合一的房屋 那么大排查导致 大量出租屋被清理 成千上万的房客被迫从出租屋搬走 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北京现在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雨 这个还是非常冷的 那么我们采访了一些被清理的 外来打工者和小业主 其中一位铝合金业者表示 她的店现在要搬到六环以外 还有大兴区一家餐馆的员工 刘女士来自河北保定 她对美国之间表示 当局对她在租住的公寓 实行断水断电逼迁的手法 导致她无家可归 临时再找住处 那么她还表示 现在的这个房价已经开始穿升 难以承担 刘女士表示 她所租住的公寓 很多房客面临同样的窘境 生存权和工作权没有得到保障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刘女士当时是怎么说的 她觉得突然间就停电停水 说是25号前是停电 然后今天就停了电 那时无家可归 我们就住了五天 这一个月就住了五天 但是对他们说 我们应该扣整月的 完了我们又损失了钱 又没有地方住 昨天开点 就是开点 进了一个房 完了房东民室涨价又涨 完了那房价就腾腾的往上涨 好多人他都已经回家了 就因为这一个原因就回家了 这场大火呢 之后 网络上流传的当局强拆的视频啊 租客从出租屋内搬走的视频呢 是被大量的删除 有评论认为 这次火灾成为当局清理外来人员的借口 2017年以来 北京进行了 疏解首都功能的行动 多家批发市场呢 已经被关闭 许多外来务工人员 一度被某些专家 称为低端人口 那么这种 明显带有歧视性的教育法 后来遭到了批评 欲问 好的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北京市当局所采取的这场行动 谢谢叶斌 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报道 谢谢大家